主任跟我同年 现在创业 比那个swatch的老板年轻六岁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生涯转折 那这中间会有生涯决定 那这生涯决定其实背后就会有 那个transition的一些故事 或者是什么这样 这等一下我会谈 好 各位好 欢迎来到百度到哪 到哪百度 Podcast第一集的节目 那非常开心今天邀请到我们那个 俊文主任 这是前主任 我们的好朋友 王俊文 王主任来到我们第一集的现场 那我是百度人生学校的亮正老师 很高兴 今天我们在第一集就跟各位来见面 大家来聊一聊 职业人生与心理学 那百度到哪这个节目 基本上我们就会希望邀请 我们的好朋友们 共同来分享他过去的这些生涯发展的历程 包括他是如何做一些生涯的决策 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可以听到我们今天来的来宾 他可以告诉我们他过去的学压的历程 以及他在这些学职转换当中 或者职压历程当中的一些重大的生涯决策 所以那我这边先把那个麦克风先交给我们 王俊文王主任 请他来跟大家来做个问个好 然后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王俊文 那是CDA理论上应该是第七期的 对 那是很不简单 但在亮正老师的诱拐之下就终于那个 对 顺利去有去有去结业 那 呃 其实很高兴 他跟亮正老师说 这四月一号 对 对 愚人节来 愚人节 再来第一集 但是内容一点都不是愚人 对 所以是不是录完之后重新再来一个 这次是就没有 是愚人节 对 那希望在未来在这样的节目当中 能够跟老师 也跟各位大家能够互相来讨论一下 我们在职业转换也好 或是我们自己生涯的发展上面来讲 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互相一些讨论的一个的部分 或分享的地方 嗯 谢谢 谢谢我们主任 我刚为什么讲那个俊文老师是俊文前主任 是因为其实他 我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跟我同年 可是看起来比我年轻很多 对 那 那个 呃 在这个我们讲今天就是大概51 52岁之际 其实俊文老师做了一个人生蛮大的一个重大的转折 这个其实我坦白讲 当然我都觉得在百岁人生的这个概念底下 其实都应该会有这样的一种预备啦 就是所谓的部署 这才会是比较可以 比较可以健康的去面对接下来的一种 那个人生发展 对 所以今天可能也会在这个部分要多问一些主任的问题 是是那之前刚刚主任有提到那个CDA CDA其实就是我们百度所培训就是成绩那个美国生涯发展学会 NCDA 然后他们在亚太其实是授权给PEC 他们去做一个那个课程的一个代理 然后我们是在专门做这个生涯国际生涯咨询师的培训 那俊文老师其实当时也非常支持百度 我其实是在应该是在一个东吴的活动 去demo 百度当时研发出来的OPAS的这个测验 那后来也跟俊文老师包括俊文老师的主管 我们就做了一些探讨 就怎么样去协助同学来做一些生涯 或者是就职就业方面的这些相关的那个介入 对所以相谈甚欢 那我们也觉得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学校跟很好的团队 他们是可以非常支持我们的一些理念 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结缘 这中间当然很谢谢那个郑旭老师 是是是 除非老师的一个引荐 所以其实我们的缘分是这样建立起来 那后来当然也很比较深入一点 就来自于这个所谓生涯军师的一个培训 那其实刚刚主任是客气了 因为他确实是非常顺利的 再一次就可以把它取得这样 所以其实也是不简单 因为那个是累积了蛮久辅导学生的经验 不过我们今天还是回到可能主任身上 就是说我想跟大家 请主任跟大家来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不要讲太远 因为讲太远 我们其实时间会拖太长 就是其实我们大概就从 可能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吧 就是当时 因为刚好最近也是刚好有这个 是很热门 因为那个什么分数都出来了 好像最近又有一些改制 以前可能五颗全取 现在好像可以取四颗等等 所以我这个刚刚在捷运上也看到了 那个某某科系 那个申请的人报表 那现在确实也发现 很多科系的那个 所谓推增的那个candidate都增加了 所以其实我在协助不少青年 在做这个所谓科系的一个探索这件事情上 或者所谓的模拟面试的辅导 其实我从里面发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就是 老不是那个落点准不准的问题 老不是说那个分数 可不可以赚到比较好的科系的问题 我们看到的问题比较像是 大家不太晓得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戏的决定 那其实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个选戏决定 可是其实它背后事实上 凸显跟呈现的 其实就是 就是一个生涯的探索 那当我们那个很多人在探讨 用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所谓的新科纲 那其实就我个人的诠释 他的素养教育 或者是新科纲的精神 我个人认为生涯探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或许我们也可以来稍微回忆一下 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 其实我们并没有这么周延的 这些辅导的机制 就虽然说台湾在辅导这一块 已经有很多前辈老师 他们代读台湾很多年了 可是其实在我们当下 在我们当时事实上升学为主 大概两成都不到大学那个录取率 那说实在的就是读书 然后读完以后分数出来 来看要念什么科系 可是我当时其实是会有一些思考的 就是到底这个科系 跟我人生未来有什么样的关联 是有这样想过 那其实我比较讶异的是 现在其实这个部分 目前我至少碰到的情况 这种思考的是很少 这个部分也可以回应一下主任 那当然主任也不一定只讲你自己 因为过去你也在学校 所以应该碰到很多的同学 所以这部分就请主任自由发挥 是 谢谢老师 刚好去提到 目前就是在所谓的 可能是推增 直考等等 在这一块的部分 的确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 其实我们并没有这样子那么复杂 我们就只有一个 就叫做联考 考了多少 大概就可以去填 你能填的就大概是分数落点的那几个 对的部分 那这里面 刚刚亮正老师说他还有 他稍微去想过 对 我是真的想的蛮多的 对我们这种像下孩子来讲是没有 所以像下孩子说 我们大概 我大概18岁以前 我们都是待在苗栗 对我们就是客家人 就在苗栗 对 然后我们就是在苗栗念小学 念初中高中 那因为我们念的是那边的私立学校 对 要帮我们母校打一下广告 我们 我们对于说要建设中华民国之前 一定要先建设台湾 所以我们不屑念建国 我们叫念建台 所以我们从小就有台湾本体意思 开玩笑 那事实上我们在那个的过程里头 一样就是讲 一样 老师就会告诉你说 大概什么是OK 你的分数大概是落点到哪个学校 什么都不用去想 就是以能够上为主 上了以后 你再看要不要再去转 对 那当然里头有个很大的一个决策的一个支持者 不能讲支持者 决定者 就是家人 其实我自己个人对于可能是文史 历史等等这方面是比较有兴趣的 是 但没办法 家里人都会说 念那个你会饿死 对 念文科会找不到工作 所以你必须念商科 好 所以就从商科里头开始直接的去看 对 看看我的分数 要么就是念经济 不然就是念 那念 所谓的气管 等等的部分 可是你也不晓得什么叫气管 那就开始去翻杂志 好像是念 跟企业管理有相关的 这一个的部分 跟人好像也有点相关 是 就填 所有都填气管 所以这样就上了 东吴的气管 气管系 所以坦白而言 到底是为了什么去念 你都不晓得 完全是从分数上面进去 那 也因此 在所有的生涯决策里 回应到这个部分当中 即便是到现在 我觉得我们其实很常看到的一个点 在于是 你的决策 第一个 人生的第一个决策 可能就是在于你 要去念哪一个科系 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好像你的决定权 你的必须去思考的 不是你自己想要 而是爸爸妈妈想要 这个东西 当你可能20年以后 你的决策点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 也不是你的需要 可能是你老婆的需要 可能是你小孩的需要 我想 所以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 其实会让我去想到说 我们在面对到做生涯决策的这个点的时候 你必须是要首先 要考虑的到底还是是什么 对 我以往我都会觉得说 兴趣的确是比较重要 兴趣的确是会比较重要 梦想要追求梦想 我们要鼓励年轻人去追求梦想 这个东西我也觉得很重要 但是 我也必须讲 在接受了 百度老师这边的教导之后 老师常常讲三个字 落地感 你还是要有落地感的这样子一个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说 当我就回想到我的历程里头 我为什么会后来会走上跟生涯辅导 跟这个部分有相关 坦白讲 我觉得这也是要跟大家去分享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在说 人生没有用不到的精力 所以没有用不到的精力点 在说 我刚才讲 不晓得为什么你进入到器官 当我念了大一念了器官 我觉得的确好像跟人有关 我对组织行为等等这也都有兴趣 对既然如果说要了解人 那我是应该来念学一下心理 就问一下社团的学姐 那有没有什么可以 可以这方面去认识 人去学心理的部分 我学姐也没多讲 第二天就拿给我一张 张老师的幼师娱乐营的报 辅导员的报名表 那我就进去了 我也不知道那是在做什么 结果就开始受训 三阶段受训 经过了一年 我是里头唯一一个商科背景 因为我所有同期的 不是念心理的 就是念社工的 再不是念什么和服的 我是这几年来唯一一个念商科 然后还在里面 完成了所有的训练 领证 然后开始上线辅导 后面又去当leader的co-leader leader 团体 读导训等等 在里头 就一样做了六七年 对 所以 但是六七年以后开始 真正面对到工作上以后 我就开始去回去 回头去进入到真正 你要 大家讲落地感 你要有现实 还是就为了工作 还是就投入到广告行业 那个部分 所以 这一段的过程就变成 可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 美好的经验 但没想到 大概经过了二十几年以后 因为这样的经验 学校部分 他对于说 他们希望找一个 曾经在业界有经历过 但是又对辅导有概念的人 所以就是想到了我 所以 从来没想到过说 你二十几年前的经验 你会被拿出来再用 而那样的经验 对你来讲 可能有点陌生 但是 其实已经 它是成为你身体当中 一个部分 当你在谈到这些服务 在回来谈辅导的时候 或是去谈 所谓的 智商咨询这一块 你其实很快的 就能够把那样的一个架构 去建立起来 所以我听起来是这样 就是 选了气管系 但是在这个 进气管系之后 然后就是觉得对人非常好奇 所以就想要寻求一种管道 是 那那时候其实 我们也不实行转系吧 可能那时候是这样 没错 就进去就进去 那但是选择的方式是说 就用加的方式 所以说我在原来的气管系 然后我加上 那个张老师的一个训练 那那一块其实看起来就是 也蛮扎实的 因为就是一接一接的 这样一直过去 那完了之后 其实后来又回到 原来气管的应该会被期待的 就是进到商业界去 所以你就一直是在广告业服务 我开始就是回到 就是进入到广告公司 我进入到广告公司的第一份工作 是做所谓的市场调查 市场分 而且台北的广告公司 在我的名片上面 还写了一个 Junior Mountain Research 对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 拿着名片去客户那边的时候 客户立刻打电话给我们公司的 我的老板说 你们派个Junior来干什么 对 那这都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但这个东西也让我对于在后来的发展上 我觉得都有很大的一些些些的 数据上面的一些些的帮助 所以我都一直在广告公司做 那大概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 2001-2002年那段时间的时候 我就跟朋友大家一起出来 我们就开了一家广告公司 这样子 所以有创业 那是我们第一次的创业 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新竹开广告公司 原因是我们分析过 我们如果要做所谓的 Consumer Product这一块的部分 我做不过台北的4A的广告公司 但是如果要去告诉人家 理论是什么 金元是什么 对 那这个台北的广告公司可能做不赢我们 所以我们就很Niche Market 在这一块的部分 去锁定在针对于 针对于科学园区 台湾的高科技厂商 那大家说台湾高科技厂商哪有做什么 他们可能有在华尔街日报有看广告 OK 他们可能有做一些博秀 他们可能有办活动 甚至包含到 到后面我印象会有未来都有连结的事 我们大概在2004年05年的时候 那时候只是一个客户 我们一个客户 他们要参加各大学的所谓的校园征裁活动 校园征裁活动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帮他设计 他就告诉他怎么设计 帮他设计了一个大概 180公分等比例高的 175公分高的等比例高的一个人型看板 欢迎你加入某某公司这样子 然后客户就跟我讲说 我们都开轿车 我们没办法载那块看板 那我想说 好吧 既然是服务客户 我就载着那块看板 175公分 因为我是开休旅车 我就载着那一块看板 陪着我的客户 从台城清郊中山 就一路这样子 就一路跑了几下 就发现说 哇 校园征裁怎么 大家的设计都做得好烂 所以我们回头开始 大概就在2003年那时候 我们就开始去思考要怎么做 我们就把展场的那一套的模式 拿来解构 然后就告诉了连区的厂商 就说你可以怎么做 而且可以拆解 用到每一场再去重组 再去做组合 然后我们就发展了各式样子的手品 我们从2004年05年开始做 结果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 我不敢讲我们是开始是起始 但是其实从我们开始做了之后 到这现在 即便到现在 为什么现在所有各 尤其是台城清郊 他们的校园真才的场地 都有各式各样各种花样 而且做的有些是很夸张的 我们我不敢讲 那是因为我们开始 但是起码我们是 那个过程当中的创造者的一个 带起一个风潮的一个部分 听起来这一段 这一段其实是 广告公司后来一个比较大的业务的项目 在针对HR的这一块 但也因为做了这一块的这个的部分里头 其实反而 当我现在再去接触到CDA 接触到那所谓的 像回到学校 之前回到学校去针对所谓的学生质押的时候 我其实就很清楚知道说 到底HR在想什么事情 对 因为每一次我都会看得到他们 辛苦的HR们 真的很疲累的以后 一样都还是会在台前 都会很高兴的去跟同学们去解释 大概只确是什么 是什么 对啊 是公司的门面 对门面 我都常常讲 跟很多Candidate讲 跟很多学生讲 你进去这家公司面试 碰到最友善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了 那其他时候 也许 也许 因为那个瞬间是 你看到这家公司最完美的一面 对 但是因为我们在执行过程上 其实你很快的可以发现 三分钟以后 对 从三分钟以后 HR他的态度 或他讲话的哪些 你就知道说 哇 这个学生 他的履历大概写的状况怎么样子了 对 所以其实这个 所以我说 你都从来 在当下你去执行这个业务的时候 你都不会想到说 这个业务可能在 未来的十年 对你的工作会有任何的帮忙 所以其实 其实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历程 就是你看你 大学念器官 然后参加了张老师的训练 所以基本上就是会有两块 一块比较是住人的 一块是商业 那后来就是又回到 比较器官系的主轴 就是 那个进到所谓商业界 商业界你历练一段时间之后 就跟朋友一起出来创业 那创业的项目 其实就跟之前刚进去当 就是从事广告业其实是有关 那只是这个广告业后来当中有一些策略的选择 然后回到学校 那不知道就在新竹的地区 然后帮忙的是高科技厂商 所以后来从他们的真才博安会这边切入 然后做了一些新的发想 所以又跟学校产生连结 所以这个就是您在这边一直提到 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起来 当下会觉得那些经验好像就是一般的工作经验 可是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它就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影子 没有错 气急跟影子 因为你管好是后面其实就回学校了 还没还没 这里头还有一个很曲折的一个一个的过程 我们其实因为在针对于高科技厂商这样子去做 我们大概可以去讲说 整个台湾的IC的半导体的流程 制程里头的每一个环节的公司 最重要的几家公司 都有我们的客户 所以我们其实是发展的很快 而且很大 对 我们一路从发展 大概只是光做设计活动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的规模 我们可以有撑起 大概将近30个人的一个一家公司 这其实放到台北都是属于中型以上的广告公司 对 当我们觉得真的是要再往上走 看能不能冲破所谓的4A的门槛的时候 告诉人家 我们地区性的广告公司也可以这样做 2008年2009年 金融风暴就来了 金融风暴我们常常讲 广告业它是一个所谓的 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它是领先产业 怎么样叫领先产业 预算一定会先被砍掉 景气好的时候 它是落后产业 一定要等所有真正都回稳之后 才会再把这一块再把它放上来 所以我们从08年 没想到的确那一块金融风暴来得又极又猛 我们最高手机接近公司快30个人 但是我们的营业额 一下子掉了将近70% 我们就开始去 五星价也好 减薪也好 所以你们那年代就已经有五星价了 是 那是最伟大的发明 可以打到诺贝尔 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是我们官员说的 广告业在那时候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们就开始慢慢去 所以我们从09年到12年这段时间 大概就是也跟公司去 也跟银行去借贷 大家就开始去做 为了维系公司的一个的经营的部分 所以跑三点半的经验 对也是从那个时候去练起来的 对 所以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三点半 对对对 因为以前银行三点半就关门 他就不收你的任何的业务 不过现在好像也是 现在有到五点了 网络银行还是可以继续做 对对对 所以你就必须要从 从在三点半以前 你要把钱要搁进去 要等等 大家去想这个的部分 所以我这样讲好了 我们一个资本了三百万的公司 我们大概借了大概七百万到八百万 来撑过了那几年 对 但是到2012年的时候 我们整个回稳 对 大概维持到一个 一定维持到 大概将近十到十二个人的这样一个人数 我们觉得大家就是用这样的规模 来继续去做 公司的负债状况也调整好 当然调整差不多的时候 我其实我就接到了另外一家银行打电话来 现在你们还款能力不错 要不要再借 是 对 所以我才知道说 原来银行对于信用的平等是这样看待的 对啊对啊 你要有借钱 让他赚钱 他是赚利息 对对对 越不借钱 他越觉得你信用不好 所以其实在2012年 度过了这一段 就是大概三年四年 这个其实 我必须讲说 其实有时候像回想起来 都是笑着再去讲这一段 其实你真的都不晓得那个时候 那时候手机拿起来开始去看 那时候当然没有现在那么多 用滑的 他就用键盘 对对对 你就把你的通讯录每一个都去看 看为什么要看通讯录 谁还没有背我借过钱 我还可以跟谁去借钱 对 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上 其实他就是一种的一种的 但是人生也就这样走过来了 人生也就这样走过来了 那大概到2012年的时候 因为觉得坦白讲 这个过程第二是比较累 所以你觉得想要换个环境 而且重点是在说 做了太久的乙方了 你觉得说要不要去做一下假方看看 所以就跟我partner 讨论商量 所以那个在新种广告市就留给了我 那什么人 就让我partner他们去经营 就上来台北 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在做所谓的电商 那时候电商才刚刚开始要开始去做 那从电商就一路做到 开始去接触到所谓的KOL 我们其实是台湾最早去进入到 所谓的KOL这一块的部分 那同样的当初在做 只是想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处理 对 不过这听起来脉络还是接近的 就是都还是跟比较像行销广告 这些是有关的 就是形态改变 就是说过去很可能是比较 我们可以把它归成相对传统吧 或者是说一般你想象的到的广告公司 帮忙企业办一些活动 做一些行销促销 可是后面开始进到电商 基本上那个思维就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掌握 而在这里头的时候 他一样我还讲 你在做那个过程中 你绝对不会去思考到说 你现在做的事情跟你现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你当时那个KOL那个东西是有受到什么人的影响 或者是引荐 还是这个念头是怎么产生的 应该是那时候我们的合作 合作的一个partner 他们的企业本来就是去 因为他们是做所谓的医疗的行业 因为在医师法当中规定你是不能够做广告 他们其实找了一些部落客 来做一些的推荐 所以他们希望说 我们可能把这样的方式 转移用作为电商的一个模式 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去开始去做一些导入 去做一些的思考 所以那个概念是指找人 还是仲介人 找人 然后让他去写推荐文 但那个时候是很难的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的部落客他习惯的是做 我写一篇文章 我可能可以拿两万三万 但是我们要做的东西是 我不会给你钱 但是我会从销售额里头去给你做分论 所以大概在 应该讲是说 在13年14年那个时候 是没有部落客他愿意来跟你做这个事情的 对 可是你可以去发现到 现在没有人要去收一篇的费用 他们都会去做财分 因为大家去看就是后面分论的那一个 他基本上就比较像是有share 他就有点像投资的概念 用我这个人的reputation 或者是我的credit 然后我参加你产品的这种promotion 或者是怎样 注销 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他那个成果 在从成果里面去做分论 所以那个model是你当时在推的 但是当时是比较不费接受 没有错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讲那个 先锋不一定 应该讲先锋通常是寂寞的 但是不一定会真的work 因为有时候那个天时地利 都要坚固 就是那个时机点如果太强 像我这边就忍不住讲 我们在1995年96年就做电商 这是一个有点莫名其妙的事情 因为你们还到12年才有这个 我们那时候就是叫网记网路 网记网路的概念 那其实走得早他也不一定就一定会是成功 因为其实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在做一些尝试 没有什么潜力可选 所以当时你看现在回想起来之后 你看那时候的model现在就是正在用 而其实就发现那个时机点交易不对 他其实还是没有办法 有一个比较相对 跟自己期待相符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后来你们大概也花了 应该有几年时间在做这件事 其实现在这家公司他还是活得很好 这样子吗 对他还是活得很好 而且做得还不错这样子 但是当然因为这里头其实牵扯到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不是你事业做得好他就一定起得来 或即使变起来了 你也不见得能够继续去往下去走下去 因为当你长大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人 你就必须要有资本 你就必须要投入到资本市场的这一块的这部分 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议题 我们之后谈创业再请主任来谈这个主题 因为我觉得这个叫做我们讲破局点的着穿这件事 就是你在那当下你可能 因为你业务量就是在成长 可是他的成长又不足以去支撑新的人 或者是新的投资 这时候其实他其实操作模式跟所谓的初创的那个状态 其实会不太一样 那这个其实我们有一些所谓创业者 他其实受到的训练是不足的 另外一块是对于那个外部资源的取得 这块也是陌生的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在假设我们有个所谓创业议题 我们再来讨论这个 只是我觉得大家会比较好奇 应该是我一开始有讲到那个主任在50 我现在还习惯称呼你主任 没有关系 在51、52岁这个疆界这段时间 其实这个是一个在做一个很大的生涯转换 从一个我们大外界认为看起来它是相对稳定 因为东吴大学其实是一所非常非常知名的私立学校 也是我心中小小的一块缺憾没补齐 我一直常讲东吴法律是我很想要训练的一个系 但这个系我这个学校我认为它其实就算在怎么样的招生 就是在怎么样的少子化 这学校应该还是不至于会受到立即性的冲击 所以在这个学校里面然后有一位有一个所谓二级主管的位置 事实上是蛮多人还蛮觉得 他是虽然很多行政事务是很累很疲倦 然后要应付学生应付学校应付外部相关机构 特别是在跟学生辅导有关就业辅导有关 我们的政府单位也蛮多的 有教育部的青年署的有劳动力发展署的等等 还有企业段那边 其实看起来事情是很杂很乱 那现在学生在就业的被期待的这一块的力道又很强 我知道就是说在工作上 可是如果对照你刚很简术的讲那个职业历程 我都会觉得因为我以前也在学校担任过跟主任类似的事 那但是就会觉得好像我们有一些经验的去做那件事 其实是还游刃有余 那游刃有余我们就会觉得说 那其实也不见得一定要做出这么大的一种生涯专折 所以他可以用一种我们现在常讲的斜杠 或者是用另外一种 我再非上班时间去从事跟我现在本子 基本上比较不相干的 或者是即便相干他也不会影响到原来的工作 或者是我的学校等等 那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断然的决定 那还有就是因为时间也快到了 我们讲顺便主任讲这一段 我们也顺便听一看主任对未来 还有什么期待 还有一个帮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你看你过去的那个学习经验 学压经验 然后后来的业界经验 以及又加上了从张老师又到后来生涯咨询室这件事 这件事情你刚刚一直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过去的经历他其实不会是完全无效的 什么时候会用到其实不知道 这个跟Steve Jobs讲完 因为程度体会跟Steve Jobs 哎呀老师客气了 他在Stanford的演讲也这么讲 所以其实我们也想听听看 就是最后主任用一些时间帮我们做一个小结 就是从因为最近这是最近才发生的事 这个事情它的契机点是什么 比较受到什么样大的影响 那对于接下来的一个发展 你又是用什么方式去看待 那我们不见得 就是说主任你可以自己判断要不要去讲你接下来要干嘛 可是我的意思是这总是一个很大的生涯的转折 那我相信在节目在听我们这节目的很多好朋友们 应该也会想要知道 搞不好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心里就在想这件事 那其实我们在那个付费咨询上也不断的有碰到这样子的 那个案主来问的问题是这样 所以他可能在想说那接下来还要继续在原来工作吗 还是他有可以去打算做生涯的转折 所以这个质押的转换生涯的转换这件事情 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所以这边最后的时间就请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老师刚刚提到这个的部分 其实在讲的时候 其实之前同仁在跟我联络 说要谈哪些议题的时候 也提到说在这个部分也有提到 因为我怕你不能讲啊 对 坦白讲到现在我大概觉得有些东西到底要怎么去讲 这样子 那的确在从业界再回学校去工作 其实很多人包含我自己 我其实都认为说大概就是到退休了吧 大概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的过程 但也没想到这中间就出现大转折 其实严格说起来 你说要有 其实当我现在再回过头去 我应该这样讲 老师刚刚讲的没有错 当我们从业界再回到学校 再去看待这些事情上面来讲的时候 我都认为事情是不难的 对 那但是可能对于我而言 比较难 或是我一直在学校里头的环境当中 做的不好的 我觉得大概就是行政文书吧 OK 对 的确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就会发现说 你必须要花更多的力气 去放到说让你的行政上面的作业 能够处理得更好 对 可是你会发现 人就是这样 你可能的确在这方面的能力上面来讲 它的确不是那样子的一个的足够 对 或者说你的能力上面来讲 你的兴趣就是没办法专注在 在这一块的部分 所以你即便花了double 三倍这样子一个的力气放下去 可能出来的结果都不会 如你的意义 或者如你学校老板的意义 等等这些部分 所以也因此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因为 我觉得那个是很耗费精力 很耗神的一个部分 所以 当然在过程当中也发生了一些 一些的 可能人事上面的一些 一些的纷争的部分 所以 你就回头去思考说 到底你自己真正 专长的也好 你擅长也好 或是你希望的工作的环境上面来讲 是怎么样子 所以当然老师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 对 对 人生半百 在面对到这个的阶段 我们如果从工作的年限来看的话 如果从 老保 从老退的这样的概念点 大概还有15年 但是我们从 现在中高龄就业法已经通过了 对 可以无限制一直到最后 到70 75 没有问题 都可以 但我觉得 但为什么还要做20几年那么久呢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就会发现 在说 对 你的确是可以 一样就是去这样去做 可是 在那个过程当中 面对你 不是那么喜欢 或不是那么擅长的 那样的部分当中 心理的那个压力点 心理的压力点 其实是 我觉得是 就是说 有些人会讲 说 你怎么去判断你到底有没有工作的热情 就是 你每天起床的时候 你去上班的过程 你会想说 我想要上班 我想要做什么事情 你会这样去想 还是说 我不想上班 我不想怎么样子 但其实你有这个的部分当中 你其实就要去思考 其实我发现说 其实在后面那段时间 我的确就是会觉得 先把文书先放一旁吧 开始去做其他的 可是 行政的工作就是这样 你如果放一旁 它就是会变 会越堆越多 这其实到后面我觉得 的确不能够这个样子 我觉得就是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还是要让你自己 回到你自己 喜欢也好 或是擅长的一个领域 的部分也好去做 所以 刚好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他们在做所谓的健康医疗 在介绍 在长照的部分 就来询问我 我觉得OK 那就 适时的要 开始去 这里头 刚刚讲 提到回到回应前面讲的 生涯的决策点 你要找的是谁 所以 当初大学的时候 家里是最重要的 父母的意见是自知任务 中间都是靠自己 开始的时候 你其实真的会想到说 你有老婆 你有小朋友 小孩 你出去之后 能不能去指引 但 我也必须老实讲 有时候是冲动的 是 决定还是要冲动的 这个是撒劲 一股撒劲 因为当 开始有这样议题的时候 你就开始去研讨 去思考 去思考 所有的一个议题的时候 尤其投入到长照这一块事业 这是接下来我很大的一个重点 你就会去发现在是说 哇 每个人都说 2025年 2025年是 超高龄社会 所以超高龄社会 就是说 台湾有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的人 进入到老年人口 但 昨天在一个聚会里头 听到一个朋友 老年是65 对 但在昨天的一个研讨会当中 有一位业者他有讲说 没有 我们柯市长讲说 台北市 2022年就超过百分之二十了 对 所以未来在这个长照 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未来的一个 一个产业 一个发展 可是 你也必须讲 还没有人输得清楚 这个产业要怎么去走 要怎么去发展 那同样的 当我再回 再更深入 开始去探讨一些文献 看一些文献 相关文献资料 回头从那里去找未来 要怎么去走的时候 你会更发现说 做这个事情点上面来讲 除了好像它的确是可以去 往前冲 有一番可以成就的一个概念之外 那 当然 里面 好像 当你做了之后 你可以 能够去对身边的人 也会更好的一些帮忙 帮助 对 你也能帮 的确帮助得到一些的家庭 一些的长者 等等在这个部分 对 这个好像就是 资压毛店讲的 侠客的那一个 我正想要回应这个问题 就是 听起来其实 大概 我有 有听到几点 就是第一个就是 嗯 这种转折 似乎就是来自于个人目标 跟组织发展目标 这中间的落差 对 也就是说 组织在发展的重点上 他很可能要求的是 这些标的的 当然明确也好 或者是 流程 跟制度 他要照着 这些你刚提到的行政文书 可是个人这边会觉得说 其实 也许我比较在意的会是 我们做这件事情 对于我们的受众 譬如说我们的学生 或者是我们的老师 或者是谁 他有没有产生实质的影响 那这有时候可能会是相同的 可是有时候可能会出现是有落差的 比如说 也许我把一个行政文书作业都做好 但是他很可能没办法符合 我设定的目标 那我如果想要去达成我自己设定目标 很可能我行政文书那边会 不符合预期之类的 那 也许行政文书如果又先行的话 很可能 连我想做的事情他都没办法做 那这时候就可能就是我们常讲 就是已经失去了为何而占的 的那个源头跟理由 那其实我后来就想想 我这样整个听 刚昨天因为刚好提到这个 所谓职牙锚定 那Corea Anchor是麻省理工学院 Edgar Shine 这位学生 那个老师所发展出来的 他的一套所谓的职牙 职牙的一种探索要 或者是比较是职业定向等等的 这一套的一套理论框架 那因为他把内在的趋力分成八种 那我刚听到其实主任是有两种 就是在那过程 我不晓得你刚刚最后是做一个 Summerize说有侠客 比较是利他追求正义 那比较希望能够协助别人 然后对社会有贡献 可是我又听到另外一块 其实是创造者 也就是我看起来就是一直是有创造者 因为创造者本身跟自主工作者 常常会有一个概念会是相通也容易混淆 就是会很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你那时候虽然说是家人觉得你 那个你念商科的商学院的比较好 可是你自己还是跑去做了跟住人有关的 那自己想做的事 那之后之后当然回到广告 可是广告你看你还是会跟所谓的学校 跟什么KOL等等这些又有关系 那这些事情其实背后都还是有一个所谓 所以俠客这个利他跟helping这件事 但是也同时存在的另外一个就是 会想要把一个点子付出视线 甚至于把那个点子比较放大它 那这一块可能力道就弱 因为如果是真正的创造者应该会 让你中间经过挺过2008 很可能已经是筋疲力尽 就假设没有那件事说不定 他也会继续把它再可能放大或是怎样 但是看起来就是极端的创造历程 就是从刚开始大学到那个高中选科系 科系完了之后 在大学生涯的创造的萌芽 然后到后面的创业 然后两度的创业应该是这么讲 然后做一个转折 中间其实是一个融合了所谓的创造 跟侠客这两件事情 那目前看起来这一个 这个pattern 我们把它讲pattern 就是这两个anchor 它似乎就已经变成是一种新的anchor 就是它有创造加上利他 那这两个就是成为你现在的所谓健康照顾 因为这个在形式上它又是一个新的创业 在内涵上它又是一个利他的下课 其实跟百度很像 就是我们其实也是这样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东西 节奏就是包括那个认同上相同 好像那个tempo也比较 是是 所以老师每次叫我做什么事都没有问题 对 是这样 那当然老师我想 在最后一下也跟 稍微补充一下 也要给 跟目前有这样想法的一些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说清楚点说 当你去做任何抉择决定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 那什么呢 现实落地感 要看你现实的生活能不能够去支撑 同样的 那时候 我有这样想法的时候 其实学校的有些的主管也讲说 俊文你都是太浪漫了 不切实际 对 你要为家人想想 我也告诉他们说 对 我可能我出去了 我也可能我出去了 会饿 但是我会饿不死 对 意思点就在说 你自己有没有去衡量过 现在自己的现实生活 兴趣固然重要 我觉得要有落地感 我觉得这个部分 这是我可能要稍微 否则我觉得 很怕大家一起来说 对 要去追求兴趣 所以可以 不顾一切的往前冲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 一些某些的限制性的 现实层面 这个是要稍微去提醒一下下 对 这个谢谢主任这个提醒 那事实上 我也回应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 刚刚讲那些内容 事实上 它的背后还是隐藏的一个叫准备 这个概念 也就是我们 我刚您讲到这是冲动决定 那当然是开玩笑 我也觉得 这些决策的前面或者它的底层 其实还是有一个准备 就是那个准备不只是经济上的准备 还有包括能力上面的准备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正在听这个节目的 不管是哪个年龄成的 我都认为说 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畅导 都是100岁的人生战略 就是你在不同的生涯阶段 我都认为准备这件事情 其实它是不会缺 不会说它是不需要 它就是随时都需要 那都需要去准备着 接着下一个阶段 可能来的突如其来的各种 独发事件或者是有益的决策 都一样 它都必须来自于某一种不断的 那个储备相关的条件 跟这些能力能耐等等 所以我想今天非常开心 除了特地过空 谢谢老师 然后我们第一集 看起来录得还不错 就前面的状况好像 比较不是那么顺 现在后面我们觉得也蛮顺利 没关系 反正就是开创者 我们就是第一集就来试试看 其实我也准备很久了 就是先被人家访问过 然后我们自己也开始去思考 所以如果真的我们开始有的频道 所以像那个 哇塞心理学 那个蔡宇哲老师 从去年就一直说 我们节目一开播 他就可能 要帮忙我们去做一些 他就请我去客串 因为这个可以帮我们 百度到哪 到哪百度 可以做一些promotion 那我希望他听到这个事情 一样 就是我也正式回应他 对 我应该可以随时ready 假设他有档期的话 是 因为那个蔡老师的节目 现在真的是全台湾最红的 在心理学界 我们非常乐见 我们竟然有一个这么 像我当时念心理系 就是一个非常冷门的选择 对 那我们好不容易一直坚持 现在这个从念大学到现在 就三十多年 当然我跟很多心理学前辈老师来讲 我们这台真的是小咖 可是我觉得 对一个我们一直以来 对这件事情的实践 就是希望把这个psychology 心理学这样的东西应用 当时我选辅大 真的是因为应用心理系 应用两个字真的深深的吸引我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说 我们的分数也只能到那个系上 就是在上面 我自愿是都有填 从台大开始填 但是当时的落点 其实算的真的蛮准的 因为科系不多 人也不多 那我大概就知道 我会进到这个系 虽然中间还有一些 想要转系的念头 就想要念法律系 可是 当一年念完以后 我其实就非常笃定 这个就是一个我很喜欢 要去读 跟当时自己所想要选择的某些 内在动机是很接近的 所以这个部分以后 有机会我们再来分享 我们今天大概 就要在这里把节目做个收尾 谢谢老师 谢谢主任今天来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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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